Hello,大家好,我是花生 曾经想做一期两三千的性能旗舰 只需要一颗旗舰及SoC就够了 能到今天这个思路还能让消费者买单吗 我觉得远远不够 那今天就来一起看一下realme GT交出来怎样的答卷 GT一般指性能车 它们的外观炫酷性能强劲 将这个后缀放到手机上 那辨识度肯定得有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大黄蜂配色 据说我们花生说女粉很多是吧 那背面这个黄色部分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素皮 不过相比我之前用过的素皮手机 realme GT这个摸起来更细腻 还有这个黑色的装饰条触感光滑 光照反射下会有箭头形状的纹理 赋予了很强烈的速度感 有种你拿起来就能跑80麦的错觉 为了实现素皮和手机后盖的完美贴合 realme 首次用了这个内中框和后盖的一体成型工艺 一体成型不用二次拼接 不仅能让这个素皮贴合的更紧密 而且大量减少了拼接的缝隙和翻皮的风险 像这个正面 就和realme其他的机型看起来差不多 不过这个价位嘛 刀总得有地方下是吧 整机重量186g 厚度也做到了8.4mm 光看数据其实已经不错了 何况机身还塞了一个4500环时的电池 而且这个屏幕始寸比较克制 拿在手上比较紧凑 没有那种傻大的感觉 虽然屏幕形态看起来平庸 但屏幕素质还是很实在的 这块1080P 120Hz三星屏 搭配了光学屏下指纹 且用双环境光传感器 带来了自动亮度调节方面的全面提升 所以这块屏无论是亮度色彩 流畅度还是跟手度 在这个价位都是佼佼者 日常用起来很舒服 现在国产厂上似乎都在努力 把好屏幕的门槛降低 我倒是希望可以借此 倒逼某些更高价位的次旗舰 乃至旗舰机都能用上更好的屏幕 毕竟它是在每天和我们的眼睛打交道 系统方面应该参数很给力 骁龙888 满血版的LPDDR5 UFI 3.1 决定实际体验依旧是看散热和调度 毕竟888你们也懂 所以realme GT在做散热上下了很模糊 它第一次采用了3D钢化夜冷散热技术 在散热材质方面进行了创新 采用了钢筒复合结构 增强了导热性能 还有立体石墨散热作为配合 再热的芯片也能尽可能给你冷下来 既然散热堆这么猛 性能也就不要吝啬了 系统集成了一键GT模式 打开后核心运行频率提高 全局的操作响应速度更快 全面释放120Hz高刷 总的就是把它榨干为止 当然为了玩游戏前更快入戏 还有专攻特效音效和震感 玩游戏也能给你点仪式感 游戏体验方面也一应俱全 双扬 X轴马达的加持 让你平升变位和立体震感一个都不落下 还有 虽然这手机不贵 该先进的地方 咱们必须先进一把 当当当 realme U2.0其实还是那个Colorwise 美学设计算得上数一数二了 还有很多元素的自定义 像细屏显示图标等等 你不需要有多高的设计动手能力 也能自定义出一个属于你的个性风格 作为性能起见 游戏模式的功能 realme也做到了又全又好用 像什么悬浮窗啊 弹幕推送这些大家都听腻了吧 很基础 不过用了就真的会有趣 今天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 另外两个我特别喜欢的功能 一个是闪回键 其实之前介绍过 比如你打王者经常被KO 吃鸡经常落地成河 你切出去后就能一键返回游戏 这个小按键也会显示复活的倒计时 但是我这鸡玩的特别好 估计是用不上 还有一个就是闪电启动 可以把游戏挂在大厅的后台 18个小时内再次启动 不用看又臭又长的启动动画了 毕竟前期太长 也不好对吧 作为主打性能的旗舰 性能部分做好是基础保障 我想真正决定竞争力的 恰好是性能以外的部分 65瓦充电应该是这个价位段的顶级水平了吧 半个小时能从0%充到100% 哎 比我的iPhone 12 Pro Max 从90充到100多块 它这块4500Hz电池续航测试图 我们测试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理说不是特别亮眼 但也没犯错 它没有上120瓦充电 很多人表示遗憾 但要知道 在这个同等机器尺寸下 更快的充电速度 就要牺牲充电电池容量 那我认为65瓦加4500 还是电池这套组合 综合体验还不错 咱们还是不要当偏科生比较好 你说对不对呢 realme GT虽然看起来 男生属性更强一点 但拍照实力反而让我挺意外的 毕竟背靠大厂OPPO的影像实力 这里大家直接看样张吧 主摄6400万老朋友啦 各种场景表现很稳 能满足你日常多数场景的拍照需求 另外一颗超光脚和酱油微距 还有就是很多同学都离不开的NFC 这次的恋爱是支持了realme Pay 以及EID电子身份证 晚上看完电影也不用担心没带身份证了 realme GT作为realme品牌 今天首款性能期间确实挺猛 它的受众也很明确 就是那些看中游戏体验的人 但是没有在游戏这两个字上 一去不复返 因为不管是综合配置还是三维尺寸 都做到了相对的均衡 缺点还是影像系统 可能满足不了追求可玩性 或者是有创作需求的人群 不过再结合这个价格 我也就释然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关注一键三连啊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花式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